對 揮發是一件事 因為啊 微生物啊 它表皮會有蛋白 你有沒有吃過那個 蛋拿下去煮的時候 它外面是不是 因為熱之後會凝結 那個微生物啊 它外面也會成蛋白 當你90% 100%酒精一噴下去的時候 它就先凝固了 那個菌還在裡面 活得很開心 所以為什麼要比較稀釋的 七五噴趴下去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殺菌效果是慢慢滲進去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喝五八的嗎 你想要每天這樣坑齁 你很快就會想要喝五八 你喝七十五 五八個不算什麼 七十五沒有拉 它會變成太雜質 太淡了 我現在要不好意思 那個 我拿那個指釘 欸 這邊 這邊 不好意思 這邊有那個消毒 好 然後 通常啊 做一般的表面消毒啊 阿盧 我要稀釋那個 漂白水 欸 應該 你這樣都給我用嘛 對不對 好 這個 一般買的漂白水啊 你們在做冬子消毒的時候 一般的漂白水它都沒有標明濃度 像這個牌子都會標明濃度 對 對 可以買原味的 可以買原味的 好 原味的 好 原味的 好 原味的 然後它對 COSCO在賣 它就會標示它的濃度是6.5% 6.5% 6.5% 6.5%就對了 所以我大概是1.5%的稀釋 我的 這個 因為它6.5%的 百分比的濃度 我要稀釋成1% 所以1.5%就可以變成1%的濃度 所以我這要加 如果要配 10加到50加到60 就是1比5 10CC的漂白水 50CC的自然水 好 我現在倒到15 所以我要加多少 15乘以5 等於多少 15 真的呀 15乘以5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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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95 95 你們好厲害喔 這個水是什麼水 這個是無菌水 真溜水 算嗎 真溜水可以 是一次水嗎 對 一次水 這多少 95 然後生完之後有點 為什麼 什麼叫一次水啊 一次水就是 它真溜過 這些水啊 是 什麼水 跟純水一樣嗎 純水 是過濾過的水 你講純水就是 它裡面只有H2O 也是OK 齁 那這個水是 我們把水煮滾之後 然後過了一個冷凝管 讓那個冷凝下來的 這個都是純水了 然後這樣比較一次 二次就是再過第二次冷凝 還有是RO水 RO水就是過那個membrane 那個母 是RO等級的 滲透水 好 那現在這個就是1%的 次女酸辣 然後把它倒進去 我們待會噴那個薑豆消毒 也是用這個 因為我手已經噴那個酒精了 所以理論上它是無菌的 阿璐 阿璐再給我一個燒杯好不好 兩個燒杯 憋 要試發一下 這只要不color 因為4個小時實在是太長了 有沒有 我現在找個有趣的問題來做 它目前來不是完全無菌的 喂 有 謝謝 不要叫我老師 我叫做 兩個 眼 還有一個燒杯 叫做 阿璐 我剛才 我 grupos選手 對 對 沒錯 所以他剛才說理論上啊 無法折疊就不是無菌 他外表是 可是 你們要做主台的時候也是很重要的 對阿 你不能離開那個光 阿 如果那個刀子 刀子沒有在那裡嗎 喔 這都是滅過菌的齁 對 那是滅過菌的齁 停滷我用喔 欸 停滷不見了 你們的滅菌是用紫外箱是autoclip 什麼 是紫外箱還是autoclip autoclip 胡菌操作台 欸 五個一個是蜜菌 等一下喔 好 我們還要玩薑豆捏 這樣很輕輕補貨 這是滅 好 好 JOSH 然後還是用火焰 一般在做煮可以的時候 當然都是用火焰消除 底面已經爛掉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只要切 我要的地方 然後消除 那個 三回同學 我可能要一個禮拜之後給你答案 好 可是我們要四個禮拜才會走 是唷 好 好 好 不要緊張 好 四個禮拜你們玩一個月喔 那家裡怎麼辦 那我剛才講就是健康跟生病的地方 等我計時一分鐘 健康生病的都丟進去 就我們把 切健康跟生病的中間 一分鐘 有沒有鬧戰 有啊 有啊 謝謝 好 然後它有次育酸鈉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漂洗兩次 一分鐘之後 我們要不要緊張 可是啊 一般病害整段服務站 因為大家都是中比較 像三回就比較 台灣的 我記得應該也是有資料啦 嗯 所以找一下 可能就可以知道它發生的病害 是哪些 還有十秒鐘 對 阿里山好重 對 阿里山好重 那不是很會嗎 一分鐘到了 一分鐘到了 好 好 就把它漂洗 那這樣子因為它經過次育酸鈉的消毒之後 它表面就是乾淨的了 那我這個漂洗的動作 只是因為我待會要把它放到培養機上面 如果它上面還有乾淨水的話 它井汁就長不出來了 它的兇手就不會趕出來 嗯 所以我要用這個 一次水 所謂的無菌水把它漂洗過 它胃管術有特化了嗎 嗯 嗯 它基本上它不會那麼快 就釋放出來那些包子 或者是它的 喔 細菌的 菌絲 但它這個風就是不斷的吹出來 所以 所以 你就可以確保它一定的空間裡面是無菌的 所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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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個 平常我們也是用衛生紙就可以取代 好 把它夾出來 吸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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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採樣品 所以我會分開操作 那我只要切過我就要滅過過 把曾經的病原病把它消毒掉 可是你們是要烤多久 通常我們會看到它有點紅紅的 然後我的習慣我會垂直 就是 就是垂直那個 就是讓那個火焰最熱的地方 嗯 就是中間這個地方 黃色是沒有消毒完全嘛 所以它最熱的地方 應該是在黃色跟骨色的之間 藍色的火焰之間 對 藍色的火焰之間 這個這個地方 好 要聽到那個氣的聲音 氣沒關係喔 因為我的阻止很大塊 所以我 我不會擔心 黑色的部分那個就是在刻畫 對 它這個地方已經不太好切 就是它已經 嗯 我剛剛講 這個很可能是增菌性的 嗯 因為它沒有臭味 我剛剛聞沒有臭味 可是它植株軟化 表示 它的纖維素 植株不是直直的嗎 是靠纖維質去把它挺立的 這纖維質已經被 吃掉 對 被消化掉了 這個呢 就是一般的羊菜粉 我們再做 阿嘎的羊菜粉 好 這個外面 可能已經被汙染沒關係 我只要確保裡面 沒被汙染就好 所以我會 我會這麼做 這已經是 好好的 一句你的狀況之下 夾起來 你看它的尾管樹已經 有鶴化了 那些小點 抬上去 然後 換一個 要滅 你們明天是做煮焙 意義完全不一樣 一樣 是在這樣的環境 可是你們是為了要把 植株乾淨的地方 移到 培養的環境 然後 看到 只要滅動 就是 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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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我對這個圍管書畫畫比較有興趣 如果它是真菌感染的話 你看到黑核化的地方就表示它有病原菌存在 所以你們都住在這邊嗎 對 側邊拿兩個放在這邊 我是一個有家庭的 如果是一年前的話我就會帶你們去自五八的 這樣就OK 那 你看這裡一定要小 那你這些就可以清除掉 那趕快進去 好 那我的頭是會幫我收 然後呢 這樣我們可以拿到28度C去培養 就是我的時間 並且撐養一些電子 感谢观看